好,我们现在来讲解这个圆刀的这一个手写程式模拟 假设你今天用记事本写的一个程式 那你要先看看它的道具路径有没有正确 我们来看看由手写的程式来模拟道具路径 那么模拟有两种 一种是洗床模拟,一种是车床模拟 那么首先那如果车床是这两个 那这个是先堵入它的档 OK,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档图进来 那么图进来只有刀具路径而已 因为它只告诉你这里是七号刀 并没有告诉你刀子的形状 所以如果你要接着往下模拟的话 你要按倒数第二个 OK 那么你可能需要把弓箭图形载入 那么也有可能需要把刀具指定 不过在指定弓箭图形的时候呢 是要先把这个图形FG档准备好 那现在图形进来了,那现在他换刀具 刀具的话我们是用这个 外径成型刀 第七号刀 OK 那么刀尖补证号是8号 8号 那什么叫8号 通常有一个话则可以记了,你就刀尖元 画一个正方形 从右脚上来写1234 然后从这个中间来写5678 所以8号就是这个刀尖元的最下方 也就是这个8号刀尖元的最下方 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表 这个就是8号刀尖元 刀尖补证号 OK 那么 我们这时候呢 才8号补证 那这个刀号是7 是因为他已经有堵进来的这个T0707 这是金车刀 然后输入 那现在就换元刀出来了 那我们进入 短节模拟 那么向前 然后再向前 那你会发现到我们现在线系程式是控制这个刀子最下面这一点 那么切点 攻击已经切掉到这里了 继续前进 刚好这是重合点 那如果到这里就比较明显了 那我们的刀子已经控制到这里了 那切消点在这里 为什么会帮我们切消这个补证 就是因为我们城市这里有一个 G42 G42补证是在这个单节 也就是说 他到这里的时候 进入补证 是又补证 一直补证到这里 然后再到这里 好那么 在出去的时候呢 刀子碰到这条 拔刀线就会停止了 所以他只有走着这样的距离 好那么这里有个G40 G40就是拔刀这里 这里 这里要补证消除 要补证消除 没有这里 这里还要上去 再上去然后再来补证消除 他就退出去了 OK 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一个圆刀的圆刀的补证 那么原本的 刀具路径是这样子 经过G42的计算之后 他会把这个 刀尖的大小 列入这个补证量 好那么 这个是 刀尖 圆刀的补证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刀尖 我们把这个修改一下 你这刀尖圆 如果换大一点的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 刀笔半斤换4 OK 4 换3好了 先换3好了 存入 离开 我们再做一次这一个补证的话 看他怎么补 你可以看到这个偏离的月圆 切点 在这里然后控制点在这里正下方 OK 好 那么 到这里之后 他只能走这一点点的距离 虽然我们城市里面要他走6mm的距离 但是是没有办法 好 OK 那如果说我们的 这一个 刀子太大了呢 比如说4mm 4mm 存入更大了 那到这里的时候补证会怎么样 看一下 到这里补证还没有问题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 他是往内补证了因为他是以这条线来求这个补证点 所以呢 所以呢这里的道具路径发生的自交打折 自交打折就是说他的道具路径自己打 打结了 这时候这里就会发生alarm 机台到这里的时候就alarm了就不会让你切了大概到这个 到这里的时候机台就会停下来 因为他发现到下一节会有alarm 会有这个自交打击 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 就没办法通过这个G12的这个检测 大概在这里的时候就会停下来 这个以上是这个圆刀 圆刀的这个补证 那假设呢 你这个刀子 你这个刀子 你不想用圆刀 你不想用圆刀那你如果是用右手刀 右手刀比如说 右手刀的话我们三号刀 用外进的三号刀 三号形状 那三号刀他的刀尖补证号是三号 怎么说呢 三号是这个刀笔的这个左下方 也说外进刀是这个刀笔 这个圆是刀笔的左下方是这一点 OK 这种是外进刀 右手刀的 刀尖号 好 我们把它输入 好那我们再进入单节啊看一下 他是 刀具路径是往里面的 一点点的 那刀子 这的时候你就看到了 OK 看到什么 好 虽然没有 但是呢 其实刀刃过切 那刀刃过切是基斯二没办法 没办法检测的 因为这个程式里面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刀子长什么形状 所以基斯二没办法做这个刀刃补证 刀刃补证 刀刃要往这边偏 往这边偏才不会对轮廓过切 刀刃补证只有这个刀才有办法计算 反而股没办法计算 好 那么以上讲的就是这个手写程式 手写程式的这个应用 那么你在手写程式的时候你可以点一下这里 点一下这里 记事本 把你的程式写进去 假设你程式写进去了 你要存档的时候要注意 档案存档的时候 这里一定要打开新点心 不然他就会存成这一个 这个TST档 那命名的话 最后一定要个点NC 点NC表示说他辨别的是NC档 这样存档 那这样子就可以用这一个 用这个键来模拟 手写程式 听说你 我们还要说 这个键来模拟 我先当给你 接下来 这个键来模拟 你 就会说 这个键来模拟